晚上11点半 热了 准备来煮一袋老坑酸菜牛肉面 虽然说老台酸菜牛肉面也被爆发出来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特别是酸菜 但是方便面我觉得唯一好吃的就是老台酸菜 然后光吃方便面是不行 我们也加了配料 来看一下我准备的什么 大碗辣椒油 大辣椒和生菜 这还有个鸭蛋 然后这个里面一根刺 怎么油啊 这个是提前煮好的 然后我要腌了 把它腌制到有两个多小时 我看现在弄什么 现在弄辣椒吧 辣椒煎得久一点 在卧室里面 但是它也没事 估计就十分钟以内就好了 看一下这个人 小红扇 把这个腌制 对着窗户关键推到腌制出去 这个红扇是买的最佳油 哈哈哈哈 这油没有用上 搞到家里来当炒油烟机用了 炒油烟机 买一个蛋 这还有葱姜 看我的腌都大 把这一弄好了 拍下空调 去酒吧 好了 把这一弄一弄到一边 还要再煮点泡面 加水 放泡面 辣白菜 拧腌 烟鸡腿的汁 给点烧烤料 放一点 辣七八糟的调料 行了 收了 先来一口 嗯 好吃 煮的泡面确实比泡的泡面好吃 辣白菜 酸甜味 来一个鸡根汁 大辣椒 这个得放点辣椒油 一咬下去 辣椒里面有水 烫的 辣椒还差点胃 裹着这个辣白菜一起吃 好了 关火 这个全都熟了 关火 我把空调打开 好热 看我衣服 这儿这儿全湿了 太热了 哇塞 再放开面 放到那个沙烩料 特别的香 好热 放面面 哇 这个煮出来真的好吃 再放点烧烤料 特别的香 漂亮 看油 美味 看油 成熟 超可以 吃 吃 Pan 酱 吃 吃 吃 鸭蛋 打一下这个衣服就变干了 因为我刚才休息了一下 刚才太热了 所以说必须得停一下 伸张的温度降下来了 不出汗了 现在开始吃 我们这儿还这么热 我看评论有地方都十多度了 穿鱼头服穿棉袄 我再打一下火热一下 我再打一下火热一下 两个月到十一了 我怎么不去呢 当十一买 买了快一年了 说是去自驾游 结果一直在家里有 自驾游都刚没有用 在外面没有一种钱 在家里用的 这就是一个鸡腿 又流汗了 我把风料关了 太饿了 你看我们正常 应该至少热水了 有十多个人 就我所知道的 有几八个 有三个人 在地里干窝热水 在那里搬玉米 搬到最后十一点了 就说 再坚持一下 就把这坨地搬完 搬着搬着 两个人都晕倒在地里了 人的毅力 特别强 是些好事 但是在极端天气下 就是一个不好的事 像以前路不太高了 扛一下没错 今天这个温度太高了 是吧 天津预报报了三十几度 十几年太阳下面 被太阳撕晒的 应该有五十六度 六十五度 还有一个也是搬玉米 搬到好像十点多吧 就把玉米抗回家 一带一带都抗回家 然后那个人去扛的时候 去扛的时候 八点没过来 然后别人去地里看 就连他和玉米一起扛回来 扛回来 好像就不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这后面山上的 他们家就两个人 两父子 一个刚走了三天 后面一个右车 太阳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哎呀 来个大门了